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国花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来自印度的德福尼 在中国生活了16年 从一家餐厅的服务员做起 经过多年的努力 如今德福尼在中国 开设了属于自己的 连锁印度餐厅 韩吉当初为何会来中国 德福校称 这源于自己的功夫梦 我在印度的时候 也是做餐饮 在一个八台里面调酒 也说起了中国的功夫 因为看到李小龙的电影很多 后来一直想来中国 是刚好2005年 有机会到中国 然后到中国以后 刚开始认为 每个中国人都会功夫 我很多朋友 会功夫吗 找我功夫 德福在餐厅工作时 时常会劫持一些中国朋友 在沟通中 他发现大家对于对方的文化 风俗了解不深 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到印度的风土人情 德福兴起了开文化交流餐厅的念头 我在印度的时候 也不是了解真正的中国 认为是每个中国人会功夫 都是吃那个火锅 到中国以后发现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和这边我们的中国朋友也聊了 那感觉是他们也不了解真正的印度 认为每个印度人都会跳舞 或者成歌 或者愚显老师 然后我觉得是这个文化差异非常大 工作七年以后呢 就自己想做一个这种文化交流餐厅 在中国多个城市做市场调研后 德福最终决定把餐厅开在西安 对德福而言 西安厚重的历史文化 是吸引他的主要原因 丝绸之路所代表的文化融合 也契合自己的经营理念 西安历史一个是四十九祖路的起点嘛 还有一个呢 我认识第一个中国人就是双藏 我们青年级的时候就有那个 我们的大人他不是双藏的那个 他去印度嘛 就是一千三百年之前 所以他的故事 所以他也从长安去印度 印度东快来的时候 带了六百五十几个 那个epic sanskrit 然后都是大部分都是在大人 他翻译成那个中文 那个复杂文化 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原因 我觉得是和印度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是放这些 德福告诉记者 顾客可以穿上餐厅内的 印度民族服饰拍照留念 除此之外 餐厅还会在印度节日 邀请顾客一起庆祝 体验印度风俗 这种原汁原味的印度风情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尝新 加强了文化交流 在印度呢 就是有很多节日 就是咱说拍登记 印度的节日 最大的节日 是中国的春节一样的 还有狐狸街 杀魂街 就是搬各种烟饰房 那个节日 也是经常我们做这个活动 都是两百三百个人 我一翻翻译出来 就是不到两天 没有位置了 我们这里今年我们做的这个狐狸街 搬来最多能做一百二十个人 我们这边两天预定了一百六十八个人 然后我跟你说 我说那个真的没有位置 他说没关系啊 我们站着吃嘛 我们最要想参与这个街 特别好 虽然每日要忙着打理餐厅 但德福仍未忘记来中国的初衷 做一个像李小龙一样的功夫影星 在餐厅的墙壁上 挂满了德福来中国后参演的影视作品 德福认为电影电视剧 是输出文化的重要途径 风靡印度的李小龙《长龙》作品 以及中国影迷津津津乐道的《摔跤把爸爸》等印度电影 都让他与中国朋友在聊天时 多了不少共同话题 我现在已经拍了二十多个电影和电视剧 然后初年参与了八个电影 大部分还是比较喜欢李小龙的那种 共苦 这种电影我还是挺习惯 德福表示 自己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西安 并再次上学生活 孩子们已经习惯了说中文吃中餐 西安这座古城 既是他和妻子的第二个故乡 也是两个孩子的家乡 我们就是两三年之前 佛罗普安排 让孩子了解稍微印度文化 让他们安排两年去印度 到印度就是不到十五天以后 就想开始哭了 爸爸我要哭假 我说这是印度就是你的家 我说我不想 我要亏我们的西安 我估计对他们来说 因为他们在这里长大 对他们来说西安他们的家 如今德福的餐饮事业顺利 电影梦也已实现 但他并未停下脚步 而是计划在印度开一个中餐馆 让当地民众能够体验到 正宗的中国美食和文化 德福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让更多印度朋友了解真正的中国 当地的国家 也想知道 值得坚持人租 我们该联系好